重头戏小青龙 哇 第一口必须粉丝先知啊 哦 等你们看这个肉质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风哥瑟瑟发动的男人就是我哈 今天吊 不 今天风哥好说 今天风哥说带我去吃一个 298一位的日料自主号 已经到了就在后边哈 走 给老板上一颗去 哦 298的话 他是小青龙限量半子是吧 对对对 哦 那肯定限量的都要来是不是 还不限量的什么三文鱼啦 什么赤身生蚝啦 什么金枪鱼啦 田虾啦 所以说这些东西咱们必须都得来一份试一下哈 先上来一份赤身拼盘哈 呀 看的还不错 田虾牡丹虾海胆三文鱼 衣服一脱啊 站立全开 呵呵呵呵 风哥你是弄这个头发是有什么心情你弄的 我是亮仔 呵呵你是亮仔 来来先吃海胆 这个海胆看着超级的鲜 哇这个马粪海胆哈 这个海胆一只应该也卖几十块钱吧这个 哦 嗯 哇好鲜啊 哎呀 特别的鲜甜 就这一勺这个海胆 好吃哈 嗯 哇 好嫩啊 风哥他有点痛风 他海胆吃不了哈 我替他我替他吃了哈 呵呵呵 哇 哇 这个海胆着实诱人 而且处理的特别干净看到没这个海胆 处理的特别特别干净 嗯 看这就那么好 好吃好吃好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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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 我来尝一个鹅肝 这个是法式南美鹅肝 哦 哦红酒味好浓啊 好吃 嗯 这个鱼籽酱可谓是点睛之笔真的 嗯 麦鱼籽酱 嗯 好吃 好吃 味道好吃 嘎嘎好吃是吧 现杀的麦鱼哈 一看这个肉汁就没毛病 嗯 哇 糯糯啪啪的感觉 而且酱味很足 好吃 好久没有吃牡丹虾了 这个牡丹虾也看得非常的不错 今天没有蜜汁蛋酱 只有正常的芥末酱油 来尝一下 哦 这 烫 哇 好冲啊 哇 不过他家食材非常新鲜 这是哪一家来的方法 竹鱼 在福堂啊 叫竹鱼啊 啊 哇 好冲啊 哼 哇 蟹饱 哦 嗯 我这蟹饱真的好吃 奶香奶香的 榴莲天赋卓哇第一次吃 哦 哇里面真的是榴莲 哈哈 是榴莲啊 嗯 嗯 嗯 他跟烤榴莲 跟其他榴莲的味道又不一样的吧 那你多吃一个 我吃这个榴莲的味道哈 这个挺我 那种说不出来的 说不出来的感觉 哈哈哈哈 你能不能再吃饭 我又想上去说什么啊 嗯哼哼 他这个 这道菜创意非常好 但是可能对我的口味可能没那么对呢 哈哈哈 这个是大虾颠覆罗 哇 哈哈哈 这是蔬菜的颠覆罗也挺好吃 是啊 所以刚才吃那个榴莲颠覆罗 你吃出什么味道呀 榴莲味 哈哈哈哈 哈哈 吃日料自助哈 这天赋的我也是必吃的 是吧 菊师大家的 嗯 这个 芝士菊大家 芝士菊大家的 嗯 嗯 嗯 啊 以前我吃不惯这些 知识啊什么奶里奶昔的东西呢 那后面我发现这个东西还挺好吃的 嗯 嗯 嗯 特别香啊新鲜 一般知识都是 你应该不拿上家 那些白东西不新鲜啊 我吃那天赋螺好吃 嗯 我还在吃个天赋螺 嗯 嗯 嗯 大虾天赋螺好吃 嗯 嗯 这个是大片的灶烧牛舌 这个牛舌切的是真的厚啊 我去尝一下啊 他在里面下可惜 嗯 哎 好吃 嗯 跟牛来了个亲密接触 你知道吗 哦 哦 他这牛舌真的做好 酷弹的 重头戏小青龙 哇 第一口必须粉丝先吃啊 哦 上面这个蒜蓉酱熬的好香啊 嗯 哇 肉汁还是很好的哦 嗯 好吃 就里面看这个肉汁 嗯 真好 好吃 嗯 啊 哇 好爽啊 啊 要是可以小青龙不限量就好了 一口一个 哦 松口吃了哈 一碗 哇 哇 还在小青龙做的没毛病 真的好吃 超大的生蚝有没有 蒜蓉酱一块吃 嗯 这个生蚝 好鲜嫩啊 哦很鲜嫩 好吃 哇 嗯 嗯 嗯 瓦哥煮牛肉是吧 牛肉 嗯 里面拍一下 撒紧 好 吃 哦 嗯 嗯 嗯 辣白菜的锅 实际它这个牛肉还是蛮好吃的 牛肉北方的百宝贝 它这个是正好拌牛肉 哇 好了朋友们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 喜欢大方视频的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 这种感觉实在太暂时了 要上街了 对 吃肉 牛肉 牛肉干杯 干杯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方 旁边坐了一个美女 这是我姐啊 今天来到漳州 我姐带我去一个网红餐厅 你支火锅 姐走 走你 跑一本正经啊你 耶 哈哈哈 快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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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正在点菜 哇 这边的菜饼器还有十块钱的呀 是啊 价格非常亲民 我的天哪 跟我姐姐要很亲民啊 嗯 哈哈 炒一个蘸酱啊 蒜 葱 葱 香菜一大把 香油 这个精髓就在这里了 跟我们菜已经上差不多了哈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菜品怎么样子 这个是重庆的特色 这个红糖吃吧 大片毛肚 还是千层肚 牛蛙 虾滑 哇 开吃吧 饿了饿了 就开了一般 开了 这个毛肚啊 给它下里边 我要下猪脑 我要吃猪脑 这家火锅店就是纯那种重庆特色的那种小火锅 我以前的老火锅类型的 包括这个锅底 都是特别麻辣的那种感觉 还有这个酥肉 我的天哪 我头一回吃到酥肉里面放花椒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香 麻辣对爽 对 麻辣出汗的那种 哇 哈哈哈哈 又被麻辣了 这种感觉实在太耐心了 要上街了 对 嗯 嗯 吃 我要吃肉 嗯 这个是红糖吃吧 我真的没吃过这么大的吃吧 哈哈 哈哈 真的有点 上面是那个花生碎 要吃要吃 好大呀 好吃吗 好吃 嗯 嗯 香 里面很热 嗯 哦 外面又很酥 他这个 18号 一口咬下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粉成的感觉就是花生碎很香很甜的感觉 然后咬下去的时候表皮是脆的里面是很糯的感觉 哇 哇我再要吃一个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好嫩 担心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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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来吃这些毛肚了哈 哇 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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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 这是牛蛙啊 啊 会带烫 哇 肉汁好饱满 哇 我汗都出来了 好 好 嗯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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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我也出汗了 这种老火锅吃到嘴巴里面就这么泵香的感觉太舒服了 又麻又辣 吃到肉的感觉太爽了 嗯 今天又是诱惑你们的一餐 因为这个老火锅太地道了 跟重庆那边正宗的老火锅有的一拼啊 嗯 肥牛 哇真爽 山泥辣辣辞吧 什么 辣的辞吧 怎么醋会这么重啊 我不要醋啊 妈呀 醋太多了 很冷的 谁喜欢吃醋 没事就爱吃醋 醋吃多了对身体好 哪方面的醋 消毒杀菌 啥醋都吃了 刚才塞的我这啥玩意 吃吧 肉不舍得给你吃 哈哈哈哈 毛肚啊 这边毛肚就特别的良心价 这一盘29块钱 你要换做在厦门的话 那就是58或者68了 嗯 好吃肥肠吗 嗯肥肠 大颗吧 哇 哈哈 这肥肠真的大 一口都不让能不能吞下去 哦 好吃 嗯 嗯 哇 这回答太有嚼劲了 每嚼个三四十次 别想弄下去 是有点夸张 哈哈 吞了 哈哈 今天有美女一起吃饭 心情就不一样 胃口炸开 大半从厦门来到张州这边吃饭 多不容易 吃饭 哇哦 大腿 哈哈哈哈 后大腿放凉一点 吃点素啊 嗯 鸡蛋锅 偶片 鸡蛋 哇这个腿真的太大了 肉很足 这一定是一个大的 牛蛙 牛蛙属于牛蛙 还是牛蛙属于铜鸡 哈哈 同一个品种 同一个品种 哇这个肉真的太饱满了 牛蛙腿是最好吃的 有很多人可能就吃不来的牛蛙腿 他是怕有细菌你知道吧 高温杀过的一些东西这个 不存在 放心食用 这个东西既美味又不贵 在市场上的话 这个顶多七八块钱一斤 这个牛蛙腿跟鸡腿一样大 比鸡腿还嫩 嗯 哈哈 给你们看一个蟹肉棒 这个蟹肉棒 吃货推荐 蟹肉棒一定要吃出那种带丝的感觉 才是好的蟹肉棒 都是一丝一丝那种的 这个是军花放辣也不放不辣 辣 来帮个忙 这个军花切得好漂亮 这个是嫩牛肉的 牛肉干贝干贝 如果你要在凌晨一点都刷到我的视频 如果你觉得不流口水的话 大方不要你这个小欣欣了 这个是军花切得特别的刀工切特别的好 好脆啊 小军肝 这个刀工 虾滑来了 好滑哦 虾滑 虾滑 好Q啊 这个虾滑极度好Q 大夏天吃火锅吃的这么爽真的没肥啊 今天这顿火锅吃的我是真的是我俩子的汗流甲背的啊 这个肥肠 四川老火锅好吃真的没话讲 那朋友们我们这期视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哈 下期再见 记得点个赞哦 此视频点赞过6000 下次带姐姐一起再次出镜吃 张州最好的一个自助餐小龙虾的大龙虾的 拜拜 拜拜 好久没吃粉牛啊 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胖 昨天我跟熊儿被那个自助餐老板上了一课哈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课给补回来 所以说我们找了一个140多块钱一味的自助海鲜哈 听说还不错 走看看菜品去 龙岩的海燕 我们带你们去简单的看了一下这边的食材哈 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在龙岩有这样的水平 来这个虾跟那个 下面是一个很脆的东西 嗯 甜口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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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口感好奇怪 冰冰凉凉很脆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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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感真的好舒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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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口感好舒服啊 扇贝啊 肯定要熟识前吃是不是 还在上面弄的挺香的 还不错 因为熟识做的好不好吃 就完全取决于这个厨师水准高不高 哈哈哈哈 那在龙岩的话 他不是一个沿海的城市 他能把海鲜做这么到位的话 已经算是不错了 其实我们吃海鲜就要吃他的新鲜是吧 哇 难吃 再来一盘熟识啊 这盘熟识吃完就要吃海鲜了 这个酱爆八爪鱼 哇 哇 甜口的 漂亮的风格 对 这个是鱼皮啊 哇 好吃 这个是毛肚啊 这鱼皮是什么鱼啊 这么脆 哦 吃吃弹弹的 哈哈哈哈 这个是闽南的特色五香调啊 哦 我感觉这边的老板应该是个闽南人 哈哈哈哈 不然怎么会有五香调 嗯 走 吃海鲜去 昨天大杂蟹没吃够啊 今天 开始吃杂蟹了 哈哈哈 熊和跟我说这个牛仔骨很不错 我来试一下 嗯 确实啊 黑椒味的很嫩啊 哦 嗯 猪肉一米馅 我还夹了一块烤鸭腿 小青龙 140多块钱猪才吃到小青龙 小话咱们一年两个 好嘞 尝一下他家的生蚝 这不是蒜蓉的 这是应该是奶油的吧 还是吗 我尝一下啊 哇 哇 酸酸甜甜的 跟我以往吃的蒜蓉的 味道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很香啊 这个应该是鞠过的 看来喜欢吃生蚝啊 是真的喜欢吃 不管什么口味的都爱吃 太好吃了 尝一下哈 他家的毛蟹 哇 这个黄 这个时候吃这个螃蟹是最肥的时候是吧 嗯 这个螃蟹肉不多 吃的就是他的黄 吃的就是他的味道 哇 哇 谢谢谢谢谢谢 嗯 嗯 嗯 哎 太香了 哇 这一只应该超肥哦 我看上去都很饱满 哇 肥肥肥肥肥 还赶上跟我一样肥的 熊二哥哥给的羊排哦 这个是真的羊排 这羊肉的味道很明显 来 朋友们上柴艺啊 小金龙 在140多块钱自助餐 我吃到了小金龙 你们信吗 哇 这个肉肉 这个肉还是蛮新鲜的 这个小金龙肉 哇 现在来尝一下他家的赤身啊 哇 先从北极贝开始 那我自己的蘸酱哈 他不是芥末酱油 他就是一些辣椒跟花枕酱 嗯 不错 新鲜的 再吃一下他家的三文鱼 也是蘸这个酱哈 花枕酱万物皆可吃 嗯 冰冰凉凉凉 糯糯的感觉好舒服 肥牛啊 嗯 嗯 哇 我的万能花生酱 沾肥牛太强了 哈哈哈哈 嗯 好久没吃肥牛啊 嗯 哎呀 这种上头的感觉来了 哇 哇 那吃点素就要跟你们说再见了 朋友们啊 下锅喽 嗯 嗯 拜拜 朋友们下锅见